给女人提个醒,离婚可以,别出轨,不然难逃这些下场 现在这个社会的感情似乎特别浮躁,动不动就是分手离婚 再也不像以往的社会,一生一世直哀一人 其实分手和离婚无可厚非,因为两个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 分开也许是对两个人都好,但分手和离婚都是可以的 最好不要出轨,尤其是女人 这个社会对女人的容忍度一直不高,尤其是在出轨这件事情上 像是娱乐圈的马荣和白白河,不管过了多久听到这两个人 大家都是嗤之以鼻,所以在这里给女人提个醒 离婚可以,别出轨,不然难逃这些下场 众叛亲离,父母都抬不起头 这个世上父母永远都是最爱我们的人 可以说如果你做了一件连父母都不谅解的事情 那么这个世上估计没有人会理解你了 对于女人出轨这件事,我采访了很多父母 他们都表示不能谅解,因为这是背叛 一个女人如果你觉得你跟你的丈夫过不下去了 你可以选择离婚,因为离婚后你就是自由的了 那个时候你想和谁在一起都可以 但离婚前不可以 离婚前和别人在一起是出轨,很容易造成众叛亲离 你的孩子会被别人闲言碎语 你的妈妈是个坏人,你的妈妈跟别的野男人跑了 你妈妈不要你了 这些话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可想而知他的伤伤力有多大 你忍心让你还幼小的孩子承受这样的耻辱吗 因为你的错误,你让你的孩子扣上了这么多的罪名 让他在学校抬不起头 甚至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 让他长大后遇见喜欢的人不敢爱 让他觉得他是被人抛弃的孩子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 那么真的太残忍了 你不配做一个妈妈 淋漓讨论话题,嘲讽的对象 一起女人聚在一起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讨论别人 今日谁买了一件好看的衣服 着个谁去哪玩了 相对于这些话题,你的出轨才是最重要级的话题 你回家的时候路过小区门口 左邻右舍的阿姨们都一个劲地盯着你看 等你走后各种嘲讽 这就是谁家那个女儿 还没离婚就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 他家那位真的是太可怜了 既然娶了这样的女人 这样难听的字眼 我想哪个女人可能都受不了 但是你做了事就要允许别人说 除非你不做 就算你离了婚你的出轨对象也不会娶你 离婚前你就是别的男人好上了 这会给所有男人造成一种感觉 那就是你做了一次还会有第二次 你可以出轨一次 就可能出轨很多次 男人特别介意绿帽子这件事 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娶一个 他觉得会给他戴绿帽子的女人 所以女人在出轨前 一定要清楚这样做的后果 你跟人家好了 然后你的家庭因此破洁了 离婚后他却不愿娶你 你说你这样亏不亏 为了一个不愿意娶自己的男人 毁了自己的家 如果你真的不爱了 那就离婚吧 别出轨 如果你觉得你和你丈夫的关系走到了尽头 根本没办法继续 恰好这个时候又遇见了一个很喜欢的男人 请你告诉他 让他等等你 你可以和你的丈夫坦白 然后协商离婚 离婚后再和那个男人在一起 因为这样谁都比较好受 如果你有孩子 你担心离婚他会受到伤害 所以选择不离婚出轨 但是这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他迟早有一天会知道 到时候他只会更恨你 所以你真的不爱你丈夫时请离婚 不要出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